Oh watch over me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羽毛 今天又來鬥陣一下啦 那今天要講什麼呢 還記得之前有講到 Jeff說 亥隱有要更新嗎 大概會在7月的時候 更新到PTR上 而現在 官方也小小透露了 要怎麼更新了 官方是想把亥隱變成個 偵察兵或是滲透者這樣 更可以 更自由的選擇 什麼時候進行攻擊 不會因為要現行的 所以強制要攻擊 或是先傳回去等下次的時機 所以 官方先把亥隱弄成了 無限隱形跟無限傳送器 沒有錯 之後隱形跟傳送器的時間 將會是無限 無限的隱形可以更容易的 偵察敵方隊伍 能更穩定的去進行突擊 也能跟隊伍有更簡單的配合 無限時間的傳送器呢 也能在真的遇到危險時逃走 不會因為傳送器時間要到了 所以錯過進攻的時機 而官方也把幾個更新後 會有的問題也大概修正了 像是傳送器 必須要增加個取消功能 要不然你丟出去後 結果到了你不想去的地方 這樣你還是只能傳送去把傳送器用掉 要不然你傳送器永遠只能待在那邊 所以傳送器之後 可以看著它後 按下互動按鈕來 摧毀你的傳送器 再來是隱形的問題啦 一定有人想到說 如果可以一直隱形的話 我一直在點裡面不就好了 聰明 所以官方說了之後 亥隱也沒辦法隱形搶點了 不管是碰撤或是搶點 只要你是在隱形的狀態下 就沒辦法做這些事喔 最後最後呢 亥隱除了以上這些改動外 他還有小buff了一下 就是在隱形的狀態下 會增速50% 現在的版本是增速25% 原本官方是想要增速75%的 但是太強了點 所以就折衷50%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漢影更新啦 預計7月會在PTR出來 再看看會不會另外再做改動啦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等一下喜歡並且分享出去 給更多朋友 想去收看的可以點喜歡 喜歡喜歡的訂閱 帕圖主播員 鈴鐺 我是羽毛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